我们非常重视会展业 能对周边尤其是社区经济的拉动效应 我们社区居民而且中小企业要有获得感 2018年我们把3万5千个会展客 就有组织的去给它引导 而且统计及统计的 2018年一般消费者 就说一般旅客的消费是960块左右 但是会展客人是3500 日前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理事长何海明 接受采访时介绍 作为回归以来 特区政府重点培育的新兴行业之一 会展业2015年提出社区导赏计划 引导海内外客商到澳门关野街等具特色的旧区 游览消费 拉动周边产业尤其是社区经济 如今每项会展筹备时 客商都会收到预先报名通知 可选择他们青睐的社区导赏路线 2001年刚刚来到澳门的何海明调查发现 澳门主要有两个相对出名的小型展会 每年会议或展览项目不足100个 2002年澳门统计局首次将会展业列入统计 十多年来澳门会展业发展稳健 会展业从业能源它200多人 产值了不到5000万 只有260个项目 经过十多年发展 我们2018年我们有1427项的会展项目 产值38.4亿澳门币 就占GDP的0.9 2007年首个大型会展场地落成启用后 打破场地局限的会展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5年之后 特区政府对接中央会澳政策 支持业界尽头更多具影响力的会展活动 澳门会展业向国际化 专业化精品展销方向迈进 08年我们就超过1000个会展项目 这几年平均大约以5%的速度增加 但是数量的增加只是其次 主要是质的提升 进入了2015年以后 我们提出以发展会议为先的会展业 澳门开始有重新的定位了 这段定位就是说 我们要高质量发展 从三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镜头国际会议 一个是主办专业展览 另外我们打字业精品的展销会 就是有IP的 何海明介绍 如今澳门会展业已有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 会展业拉动了酒店 旅游 社区 银行 物流等消费的提升 2018年8月 国际展览业协会发布的第14版亚洲贸易展览会研究报告中称 澳门为过去5年亚洲表现最出色的展览市场 回过20年 会展业已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 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适合我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小明镜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